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 准时开张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佳科我蒋伟文 今天是3月20号 礼拜六 2021年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是的我没有忘记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健身名师 到我们蒋公厨房来 然后立下了想要减重的标准 其实我这几天 从新年过了以后 我就有打起精神来 让自己不要吃那么肥的东西 然后增加自己的运动量 要恢复到以前那个状态 其实还有一整段路要走 因为现在我的体重是95公斤 那最理想的是 至少我觉得至少要到85公斤 减个10公斤 但其实我重视的 也不是这10公斤 重视是希望自己的体态 可以变好一点 对不对 因为自己也上了年纪了 希望这个腰围可以小一点 这个人生真的很奇怪 这个几年前 大概才 因为FB会常常跳出一年前照片 我一年前哇塞 真的是85公斤的 怎么一年后就变95公斤 这10公斤用一年养 其实一下子养出来 讲到说现在因为变得比较重了 然后我要让自己 可以再找回当初健身的热情 就是要从小小的步骤开始 人家说积少成多 所以我又开始在家里 开始做起福利挺身 就以前我一开始做100个福利挺身 每天做100个福利挺身 其实我以前是做了大概三个月 每天的100个福利挺身以后 才开始有了基础的这种 这种对最健身的热情 然后就开始慢慢 再增加不同的东西 从深蹲 或者做其他的健身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最基础 因为人家常说 你失败了 跌倒了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那失败的时候 你就好好想一下 你之前是怎么成功的 去抓出你之前成功的秘诀 那我想了很久 反思了很久 我发现了 就是要从我最基本的 每天100个福利挺身做起 讲起来简单 可是因为现在变重了 等于增加了10公斤在身上 就等于说我以前所重的重量 现在要增加10公斤 已经肌肉量已经减少了 还要增加10公斤的重量 因为福利挺身 就像说我们做推举一样 如果有在做重量训练的人 就知道最常看到去健身房 大家躺在一个椅子上 然后就开始推举一个杠铃 然后旁边加重量这样子 其实做福利挺身 就像做推举一样 就握推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增加10公斤 那可不简单 所以我现在要做到以前的时候 一次可以做四五十下 现在一次只能做十五下 就开始手背开始发软发抖这样子 但是总是要从 总是要地方开始的 所以我已经开始了 大概一个多月 现在又恢复 我可以一次做个三四十下了 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 而且刚开始做的时候 全身酸痛 做个福利挺身 可以做到全身酸痛 这怎么一回事 然后所以就会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你会常常想到之前自己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所以不要这样去想 重新出发 然后就开始慢慢做 那做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已经恢复了一些基础的体力 以及对健身的一个耐力 stamina这样子 就想说开始在找一些健身房 去增加我不同部位的健身的重量训练 比如说你做重量训练 你不能只练福利挺身 你要练上胸 上半身下半身 上半身就是有比如说胸 然后手背 还有你的背部 如果下半身就是腿 还有臀部 对不对 这都是大肌肉群 所以我打算做这些 去健身房 我就发现去健身房 有时候你会突然之间被 因为都要找家里附近的 现在有很多连锁的大型的健身房 也有中小型的健身房 除了他的健身房的手续费 入会费 每个月的会费 你都要做一些考量 你要找出CP值最高的 我看了几家以后 我发现了 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可以教大家 我发现你去那种 比较中大型的健身房 他会把器材摆了很多 器材摆了很多 你就看得眼花缭乱 我觉得器材这么多 好了我就来这一家 这家器材特别多 但是如果讲到器材多 教大家一个小tips 如果有两家中大型的健身房 器材都看起来一样多 你要选择哪一家 你要先问他 请问你这些器材 有没有分部位放 比如说 通通做肩膀的放异区 通通做背部的放异区 比如说引体向上这种的 或通通做手背的放异区 通通做躯干的或是背部的 或是腿部的放异区 因为当他器材很多 然后他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 他没有分类分类的那么清楚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就你觉得他都有 可是事实上他每一个部位的 大概只有一两台而已 这种中大型健身房 如果遇到那种下班尖锋时间 你去做的话 大家都上班族 那个时候去做 可能健身房会到达七八成满的状态 一个部位只有一两台机器的话 你马上就要排队了 就是你想要做的机器 马上就有人在做 你又没办法做到 你就会觉得很K 花的时间都在等待的时间 然后你就会懒惰下来 所以说如果说你去那种中大型健身房 他有把他的机器都分部位放好 肩膀的放一区 背部的放一区 手背的放一区 然后腿部的放一区 臀部的放一区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同一个部位的机器 比如说是控制型的 或重量训练亚铃型那种 他有几台 至少都要三四台 同样部位的至少四台 这样你才到尖锋时 你就不用排队 你也可以问带你去参观 他们健身房的那个人 你可以问他说 比如说引体向上这个机器 你们有几台 然后他就可以告诉你 或是你们练什么的有几台 比如说你就讲你身体的部位就好了 上半身的练几台 有几台 他就可以指数给你看 你可以稍微数一下 同样部位的有几台 最好都有四台以上 少了就会排队 还有那个哑铃区 有时候他哑铃放一挂 一堆哑铃看起来很厉害 然后坐哑铃的椅子 也是放一排这样子 但事实上哑铃的椅子有分两种 一种是可以 他可以拉起来变成斜坐的 一种是只有躺着的 那你两种都要有 你如果躺着只有两三个 然后斜坐就一个 那大家就要排队了 你斜坐的那是可以做上半身的 比如推 做肩膀 推肩膀的 或是推胸的 那这些除了哑铃多 可是能做哑铃的空间都不多 因为哑铃通你要站着坐 或坐着来坐 那能做的坐的椅子多不多 这些都要列入你的考量 很多人去健身房都只看 心肺区跑步的东西多不多 但是说实在的 你要跑步 外面什么地方都可以跑 你有必要一定要到健身房 看着电视机跑 跑着跑着是超级无聊的 去健身房 我觉得大家把时间和器材 放在重量训练上面 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好了 讲到这边 这最近我逛健身房的一些心得 希望很快的就会看到一个 更苗条 更结实的半白老翁出现 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We're back 我是加工蒋伟文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好的今天来讲一道汤瓶 川耳蛋花汤 非常简单 只需要木耳就川耳 通常川耳的话 你自己把它发泡的话 比较脆一点点 这是蒋夫人特别喜欢吃的 然后再加点牛番茄 然后再一点葱 还有点蛋 然后再就水 很简单调味料只要盐跟白胡椒粉 和一点香油 所以说非常适合 那个懒人跟不想买很多食材的人 来做了一道汤品 川耳蛋花汤 收录在我们的林美惠老师的 巧媳妇料理先修班 非常体会媳妇的一个婆婆 先教大家这个简单的川耳蛋花汤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蛋花汤 把川耳放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听听看怎么做 川耳先把它发泡 然后把它洗干净 大家可能都习惯去这个市场买一些发好的木耳 然后把它切切宽片 放在蛋花汤里面 但是如果你去买干的这种川耳 把它发泡起来 一小朵一小朵的 我跟你讲你没吃过 你一定要试试看 非常脆好不好 好了 这个牛番茄去地头切块 然后冲切小段 蛋打散 以上的材料就备好了 那么这道菜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那么水放到汤锅里面 大火先把它煮滚了 煮滚以后把那个牛番茄切块丢进去 然后沥干我们刚刚泡发水分的川耳 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川耳 大家买回来干的一袋 你不要想说这一袋 我就抓一大把进去 我跟你泡起来你会吃不完 你抓一小撮就好了 你泡出来你就知道一小撮就是一大碗 所以你千万记得 第一次用这个干川耳 你不要一次泡发太多 先试试看 大概是抓一两的份 这边林美惠老师写一两 很多人想一两是几克 半斤是八两 八两就是三百克 所以你就算一下一两是几克了 好不好 好嘛 那沥干水分的川耳 就放到这个锅子里面 跟我们刚刚的牛番茄一起大火 给它煮个十分钟 然后最后沿着锅边倒入你的蛋液 然后形成蛋花状 这一点就大家应该都会吧 蛋花汤没有人不会做吧 好 这个为什么盐的锅边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瓦斯卤锅边的温度最热的 而且你在滚的时候旁边都是滚泡泡 那盐的锅边很容易就变成那个蛋花片了 好 那然后盐的锅边变蛋花片以后 你再稍微搅拌它以后呢 就加入你的葱段盐白胡椒粉拌匀 起锅前倒入香油就可以了 那么川耳蛋花汤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很好吃啊 大家试试看了 好不好 讲到做汤呢 这个简单的汤 他就也许看不上眼了 因为他做的是厉害的煲汤啊 那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lowly老师 带来这一本他第一本料理书 叫做煲汤料理原型食物 或者翻过来讲这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欢迎我们的lowly老师 你好 主持人好 这个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因为我们煲汤常听到 可是这次讲究原型食物 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 其实食物它是有它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原生的能量力量跟营养素 那你吃原型食物 第一个就不会错 那再来就是说我比较推广的是在对的时间吃对的东西 是 对 东莉老师你是台湾人吗 我台湾人 这张照片怎么拍的很像广东人的感觉 或者是因为你做煲汤料理 你第一个讲那个照片上广东人 真的吗 你刚才说很像日本人 这很像这个很像那个那种港星啊 那种有没有 像比如说港姐啊 几年的港姐这样厉害 重点是煲汤你是台湾人 怎么会这个一头栽入煲汤世界 煲汤感觉好像是宝妈在做的 我是 宝妈也是台湾人 她也是台湾人 她只嫁给香港人 对 那我没有嫁给香港人 但我在香港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在香港生活了将近十年 可是香港也是一个美食聚集地 煲汤是比较传统的东西 请问在香港要去哪里喝煲汤啊 你一般的那个港式料理茶 那个茶餐厅都喝得到啊 我们从来去茶餐厅都只是吃烧卖销埋啊 从来没有在喝煲汤的 他们有当日利汤啊 当日利汤就是煲汤 就是煲汤啊 哎呀我就太小看他了 那请问煲汤啊 跟我们刚刚 譬如我刚讲那个川耳淡花汤 都是汤 为什么煲汤感觉就比较厉害 煲汤跟这种汤到底差别在哪里 好 台湾台湾人做汤的方式 充其量叫滚汤 就是水开了把所有食物放进去 相对他汤水呢 比较难熬出一个层次跟他的味道 他必须得靠调味料 去调出你可能你想象你想要的味道 所以这么说煲汤是不是比较接近鸡汤 比如我们做鸡汤的感觉 是要把那个食物的那种炖把它做出来 把食物的味道煮到汤里面去 甚至于可能做猪肚汤啊 四神汤这种让它变成白汤这样子的 或做鱼汤把它煮进去这样子 喝汤的时候那个汤就非常多滋味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当时是为什么喝到包汤以后就喜欢上他 就决定要当一个包汤的这种达人呢 应该讲说其实是我是从上海 本来住在上海 然后后来我搬到香港去 那我在香港的时候 因缘际会认识了三个跟亲妈一样的干妈 三个干妈 三个干妈 而且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广东人 是对那我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我从事的是电视媒体工作 听说那广东人这个干妈 特别疼干女儿干儿子的 这是真的 对不对所以他传授你的就是 他们就把他手艺传授给你是不是 对因为最主要是我刚搬过去的时候 然后他们看到我第一个 我食量很大我吃很多 对然后但是我的身形外观 让他们觉得干干扁扁瘦瘦 面黄肌瘦 然后满脸豆子 怎么会这样吃那么多 长这样的赔钱货了怎么回事 对他们就觉得说你吃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你这样吃 然后我又满能喝汤的 那怎么皮肤会这么糟呢 真的 不过这本书你前面还有一个书间 你特别提到 你提供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你皮肤之前比较暗沉的照片 对对 现在after就是肌肤光亮自然透亮 对而且那个是没有美肌 很厉害的 所以这是喝汤喝出来的 那真的是喝汤喝出来 所以你也是经过三个干妈 这样子给你滋养 而且你当天一定要把汤喝完 你那天没喝完 隔天又来了两锅三锅 所以我真的就是这样非常调 而且很让我很惊讶的是 我就这样喝了两三个月 第一个我痘痘没有在涨 然后原本有了痘痘 它消了我没有痘疤 你可以看我今天我是没有化妆 完全没有化妆 你今天真的是为了这本书的宣传 对不对 真的是整个清汤挂面来 我平常就这样 自带光芒 太厉害了 那刚刚废话不多说了 讲到这个圆形食物的煲汤料 你这本书有几道 煲汤 53道 53道 但是我们最感兴趣 就是你三味干妈 就在两个月给你喝到 痘痘全消 让你皮肤那么光滑 请问那是大概什么煲汤 那时候 最常喝的时候 那两三个月最常喝的什么煲汤 没有最常喝 它每天真的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不一样 它不会让你一道汤一直喝一直喝 跟台湾人的做法不大一样 那你觉得几个 就是让你在那三个月之内脱胎换骨的 你认为比较容易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几道汤品 我觉得豆类的汤品 豆类的 对 去豆就需要喝豆汤是不是 应该讲说豆类它的蛋白质 第一个很丰富 所以它很适合长时间熬煮煲汤 然后再来就是说豆类的它不单单蛋白质 它包括维生素啊 有些还有甚至矿物质纤维素都很丰富 所以它可以补充身体极需要的营养 只要是豆类都可以 对 然后它还有去湿消肿的作用 在你脑海中有什么是去湿消肿 有豆类的汤品的名字 还蛮多的 这本书里面的 随便举例一个 比如说刚刚你有第一个翻到 就是土芙苓赤小豆 那一款汤 其实那一款汤非常好 尤其现在春天 那在那个春天是湿气的开始 那你要去湿啊 消肿啊 包括身体的皮肤的问题 这款汤都挺好的 好的 俗话说去豆煮豆汤 待会稍后回来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道 芙苓赤小豆汤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那大家常常说这个三菜一汤啊 这个汤在我们这个菜色里面 算是很重要的一环 像我爸妈出去吃饭 绝对最后要喝一碗汤的这样子 虽然说不见得是煲汤那么厉害啊 但是我觉得汤啊 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 都是很重要的角色 甚至于是最完美的一个据点 这样子 今天我们聊的这本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请到是我们肉厉老师 这他第一本料理书 第一本煲汤书 但这本他就下了重本了 就是整个就是没有化妆来现场 大家看他光滑无比的那个肌肤 我可以作证 真的是没有化妆还是很漂亮 谢谢 然后呢 那老师说他在这个香港的时候啊 这个三个干妈轮流伺候他 三月之内就让他豆豆全消 这样消水种 所以我们刚就聊到这个 待会儿要讲的这条汤 就是煮这个去豆煮豆汤的茯苓刺豆汤 但是讲这之前呢 我很好奇说在煮这个煲汤 有没有什么绝对禁止做的事情 有 绝对不可以搅拌 不可以搅拌 这很难吧 非常忌讳 煲汤很忌讳搅拌 我们煮任何汤都是稍微要搅拌一下 但是煲汤不能搅拌 对其实煲汤我常跟学生讲说 其实煲汤没有手艺可言 真的就是把食材放兜一兜放进去 水加了你就等它滚 滚了就是盖上盖子 等时间 对煲汤没有什么手艺可言 那你刚讲了一个重点 第一个是煲汤不能搅拌 第二个你说 水加进去等它滚 所以这个意思是 煲汤一定要是冷水来煲起 没错 不能热水去煲它 因为我们讲究时间比较快 热水给它下去滚 就我刚刚讲的嘛 就是台湾人种 如果快的话就是滚汤 所以这个港式的煲汤 讲究也是用冷水 慢慢滚它 所以这两点 第一个不要去搅拌它 第二个用冷水去煮它 煲汤要不要保持好心情 要 也要 第三个是煲汤 跟你做菜一样 你心情好跟心情不好 你炒了菜出来 一定味道有差异 但是你刚一讲到 煲汤没有厨 把东西就丢进去煮就好了 真的非常吸引我 现在我觉得这个是 很棒的一种做法 因为有了小孩了以后 发现小孩都喜欢吃一锅汤 因为汤里面只要食材丰富 他靠这一锅汤 又可以喝到汤 又可以吃到肉 又可以吃到菜 又可以配什么东西 最后还可以下个面条进去 养小孩超方便的 所以我现在对这种煲汤 非常感兴趣 而且你好好包的话 你选对食材 你汤熬出来汤水的营养 它易于吸收 其实对小朋友的肠胃是很好 但是有一点我想要跟着你一下 你刚开场白有讲说 吃去豆煮豆汤吗 你刚刚开场白说你家人最喜欢爸妈最喜欢喝汤 在最后当成是一个完美的ending no 汤应该是 饭前先喝汤 应该是开胃汤是不是 对 这是养肠胃的方法 不单单广东人 其实你们也知道 我们都知道 像欧美国家西方人 他们也都是把汤放在餐前 对 这是养肠胃 养脾胃的方法 糟糕了 我们家都是傻孩子喝那么多汤 等一下菜怎么吃得下呢 所以我们都先吃菜 先吃肉 再喝汤 所以掉过来这样比较好 对肠胃比较好 然后就不容易有小腹 然后也不容易胖 好 那我们蒋家 从我这一代开始 就先喝汤 再吃菜 对 那讲到这个汤 茯苓刺小豆汤 茯苓的话 大家可能常听到 就四神汤里面 会用到茯苓 对 那茯苓刺小豆 这个刺小豆 自从有了这种健康节目以来 很多中医师在这个节目里面 常常推崇这个刺小豆 对 好像可以去水肿 是不是 还是可以怎么样 其实他拥有红豆的功能 只是他比红豆功能 再长好几百倍 好 那刚刚又提到 你这两三个月里面 吃了这个三个干妈的汤 这个是对你印象很深刻的 我们就从这道汤品开始吧 茯苓刺小豆汤 要怎么样的来煮它 一样啊 就把他的食材买齐之后 当然第一个要先买我的书 你才会看到里面的配方 对 那按照我的配方 把食材买齐之后 洗干净丢进去 然后再加水 让我来提供你他的配方 好不好 他的配方有猪瘦肉 然后红萝卜玉米 还有姜跟盐 不是很困难的感觉 然后干料呢 就是茯苓 刺小豆 艺人 白扁豆 还有蜜枣 蜜枣是给他甜味 补气 当然他也有提味的作用 那白扁豆呢 白扁豆 它其实是非常的论肺 去湿又合胃 那艺人 艺人我们都知道啊 它有美白啊 瘦身啊 那个消水种啊 那茯苓呢 茯苓其实它有疏通筋骨的作用 那它也蛮那个合胃的 最后重点就刺小豆了 刺小豆 它就是那个去水种嘛 对不对 因为你这边提到说这个 这叫去湿消水种三兄弟是不是 对对 然后分别就是白扁豆 刺小豆跟艺人 这是三兄弟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要做任何的汤品 如果把这三个东西放进去 只要合口的话 也会变成一个去水 就是消水种的一道饱汤这样子 对 但如果比较消水去湿的汤 我就会比较建议在白天喝 就不要在晚上喝 因为它利尿嘛 那它可能如果晚上太晚喝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 就担心你晚上会起来上厕所 了解 那因为刚刚那个Lolly有讲过 说这个没有什么厨艺 东西都丢进去 然后就煮一煮就好了 但是事实上我看到你每一道汤品呢 都有至少四个步骤 三个步骤到四个步骤 因为书嘛 还是要把它写的清楚一点 甚至于这个芙苓赤小豆汤啊 它这个有一些步骤就是说 比如说大火煮滚 然后要捞出它的渣末 然后最后呢包两个小时 还要再闷二十分钟 就是你关火的时候 不要急于把盖子打开 因为里面一定还在 啵啵啵啵啵啵啵 那这个闷二十分钟 是适用于每个煲汤 还是就这个汤品 每个煲汤 每个煲汤 对就是让它在滚的时候 让它香气可以锁住 然后水气可以下降 就闷二十分钟再打开这样子 对了解 好那这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因为我在做一些鸡汤啊 或是有些有中药材的东西的时候 有些老师他还会把这些中药材 甚至于先炒过 还是说烫过 还是说先把它 比如说中药材 先把它煮出味道来 再把食材丢进去这样 这些在包汤界里面 会不会好像会用到吗 这些方法 不大会 基本上是不会 因为其实包汤的时间都挺长的 所以呢 直接就是把它放到汤锅里面 就开始熬 就是要取它的营养跟精华 那你刚刚讲的方式会用在 比如说炒菜料理 或是煮滚汤 对因为要让它赶快出味道 所以这么说的话 因为包汤时都比较长 比如说大部分都是挤个多久以上 一小时以上就叫煮汤 一小时以上起跳 所以这样讲是不是有些食材 甚至于我们是不吃的 因为它一小时以上 它已经可能过老了 或者已经烂掉了 那只要把它的味道煮到这个汤里面 我们就喝汤就好了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当然汤很重要 但它又易于吸收 那其实真正的营养元素 还是在食材上面 那食材当然我会建议 还是要吃一点 那你不要全部把它吃完 一个人的时候 最好不要全部吃完 不然会营养过剩 对 OK因为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像刚刚有的师傅在做汤的时候 可能它的食材啊 可能不能滚那么久 滚太久了 它可能就烂掉了 或者肉就hook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很忌讳搅拌 你不要去动它 不要去嚼它 它就不会快速氧化 那就不会有柴啊 烂掉啊 hook 这样子的现象 它就是让水跟食材 自自然然去融合 对 那你不要动它 让它包出 它就会有它自然形成的味道 了解 53道这个煲汤的料理 我刚刚已经为大家提供了一道 芙苓刺小豆汤 等于说你已经在这本书的价值上 已经打了一个折 就是说你去买的时候 已经便宜了一点了 待会我们再多讲个几道的话 就越来越便宜了 太好了 待会回来呢 看看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 煲汤料理 还有什么煲汤不该做 或该做的事情 让你的煲汤更好喝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我们今天聊的是 Loli老师的这一本 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Loli老师 请问你在那个脸书上 应该有社团吧 有 对不对 你的社团就是Loli煲汤 就是Loli煲汤 那所以大家 大家在上面会分享 这个煲汤的一些经验吗 还是说就是看你做煲汤 然后大家学着做 应该讲说我比较推广的是 节气饮食 节气饮食 不同的节气 因为我觉得煲汤 大家都知道煲汤 然后好像广东人很会煲汤 对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会比较 会比较想知道 就是我想煲汤 可是我要买什么东西来煲 我要用什么 哪些食材是可以 都在一起 哪些食材 可能他们担心有 相克相冲啊 或是合不合的问题 对 那我就是利用节气季节 来分享每个时间点 适合喝的煲汤 了解 现在我们现在也快进入春季了嘛 对 现在是春季啊 你现在也有一个 跟着世纪变化的 节气煲汤的一个单元 这里面就有这个春季的 因为春季会比较让人家倦怠 是不是 没错 为什么 春困 因为第一个春季也是湿气的开始 那湿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淤 那经络呢可能也比较不容易疏通 所以呢身体也会感觉比较沉重 那就会觉得比较沉闷啊困 这样子 那Loli你从你那三位干妈 介绍你走入这个煲汤世界以后 到现在至今一直煲到现在 大概多久了 快20年了 快20年了 这20年煲汤应该改变你的生活很多 会不会 很多 其实应该这样讲 那时候干妈他们煲给我喝的时候 我没有想太多 我就觉得说就喝杯 那我自己也很爱喝汤 我平常不喝水 我不爱喝水 可是我很能喝汤 那他们又一直说 要帮我把皮肤养好 皮肤养好 那我觉得 好那如果喝汤可以把皮肤养好 我就是乖乖喝汤 其实那时候没有想很多 其实当我开始正式煲汤的问题的时候 是我已经过世的老公 对 那那时候就因为他得肝癌 那因为在我们两家子的病主室里面 就是没有人得过癌症 所以对我们两个来讲 不晓得什么是癌症 那癌症到底要做什么 对 那时候当然就是听医生 因为是西医检查出来 他有癌症 那就只能听医生 那一定都是开刀 化疗 对 那对于身为家属的 我就觉得说 那我要怎么照顾他 因为医生一直说 开刀后的 术后的照顾 很重要 对 那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香港 那我也买了很多的书 甚至于搜寻网络上的一些 就是手术后的 该吃的该喝的 该注意的事情 癌症要怎么调养啊 对 那你会发现就是 大部分都是告诉你 一个道理就是 正常的生活的规律 对 然后还有就是饮食要清淡 对 那我就开始找很多书 甚至于就是请台湾的朋友 帮我找一些有关术后 调养癌症的书 那看到最后 其实我会茫然 因为在那段期间 其实我们压力很大 因为身边一定有很多 朋友啊 亲戚啊 甚至亲戚的朋友 会介绍 名医啊 密医啊 什么大师的 对 那对我而言 就是我老公只有一个 我听你的也不是 听他的也不是 对 你会有压力 那我不可能拿他当实验品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 我既然 是我要照顾他 那我一定要有 基本的知识尝试 其实在那之前 我们对健康 就是没有概念 对 对 然后什么叫做健康的饮食 嗯 无从知晓 对 那后来我就 去上了一些课程 那时候是先去上一些营养学 因为至少要知道 你家里吃的东西 是不是他们所谓讲的合格 嗯 对 那去上了营养课程 那后来我才慢慢 那个时候 我干妈又跟我讲了 好好包汤给你先生喝啊 嗯 你上那么多课 你汤还是要继续包 你干妈国语好好啊 他们讲广东话 你翻译过来 我现在不可能 对啊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讲广东话 对 那他们就说 你就是汤 还是要继续包 尤其是要让他多喝汤 如果他做化疗的话 嗯 就是汤可以赶快帮他 就是跟上那个元气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会跟我讲一些 搭配一些中炒药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哎 这些东西 嗯 他们会买来 或是带我去买 可是我对他们不了解 嗯 就是当你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对吃 对只要去入室的东西 对 你会更紧张 对 对 那那时候我觉得说 哎 我好不好去上一些 有关中炒药的课程 然后刚好一个在香港的闺蜜 他就也介绍我一个在香港很有名的一个老中医师 嗯 那也带我去见他 那也很高兴他愿意收我做学生 嗯 对 那我就去上他课 我就这样在 嗯 就是他教我一些认识很基本的中炒药 然后还有他们的原理属性 嗯 嗯 对 那我就把我在外面所上的营养医学也好 或是中中医的课程也好 我把我所学的运用在内国堂上面 嗯 对 那就这样包着包着包着 因为我老公他也很听话 对 那他就自己这样喝 那 那时候就发现 哎 他精神状态各方面 因为他从发现到走其实三年 嗯 本来他是被医生宣判只剩下两个月 嗯 对 但就是 哎 那三年至少我在看跟他同期的病友 那我们这三年是过得很有品质的生活 嗯 该旅游还是旅游 然后这三年他照常工作 对 对 没有因为他生病让我们就是好像全家人过的愁云产物 对 没有 对 那我才慢慢正视就是 哎 饮食真的很重要 嗯 然后这锅汤好像真的有那么点神奇的力量 哎呦 所以一定要好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然后再回想就是 哎 曾经我也因为他们把我的肤色皮肤啊 精神整个都养回来 然后 哎 可以帮助他 就是一再化疗的过程都没有不舒服不适的感觉 嗯 可以让他正常的过生活 我觉得这是跟其他病友比起来是非常难忍可贵的 大家听到这边就对这个煲汤神奇的力量就更有更有那个好奇心了哈 好那讲到这边你这边有一个chapter是chapter3 chapter5就是为忙碌生活应援的元气煲汤 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嘛 有时候就觉得很疲惫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面抓出一道你说你最常做的一道菜 而且你很喜欢喝的一道汤 叫做霸王花 无花果猪骨汤 对对 听到霸王花就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了 在台湾好像叫建花 就是很大一朵的 你可以google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这个在中央好买得到吗 还是我要自己去山山厂 要去南北货店吧 其实有时候你上山会看到一些农村农场看得到 其实新鲜的是可以 你去哪里买 我我就是在南北货店买 南北货 南北货 它会有干的 就可以买到干的霸王花 对对对 所以中药行反而没有 要看 有些中药行 有一些中药行没有 了解 这个霸王花你上面写的是 它是仙人掌科植物的花 是 然后将霸王花入汤呢 就会有清新润肺 止咳化痰的效果 是不是 对 好 然后这个 然后这里面还会有点 这个霸王花还会有点 包出来它会有点胶脂 对对 然后这边用到猪骨 还有猪瘦肉 还有这个姜跟盐 那其实你的干料很少 就是霸王花跟蜜枣跟无花果 对 所以感觉上这也是 这本书里面蛮适合入门的一个汤品 对 东西不多 然后听你说 这也是这本书里面 所有的汤品里面 你自己蛮喜欢喝的前几名这样子 对对 因为我蛮常会包给自己 包给女儿喝 女生都爱美嘛 那她霸王花本身还蛮润肺的 那她的胶脂喝起来是很清爽清润的感觉 这干燥的霸王花 这个照片看起来有点像干的梅干菜的感觉 对 有那么点像 是不是有对 就是给大家一种感觉 没那么黑就比较像那种客家很干的梅 晒得很干的梅 那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它有它的效果 可是你又很喜欢喝这个汤 所以证明说这个汤喝起来 它应该蛮不错的味道 它大概很清润 很清润 对对对 所以不是很浓郁的感觉 它不算浓郁的 它是很清润的汤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食材已经爆过 然后干料就是这样 所以说 就是照刚刚你讲的 Loli也讲过 所有东西洗干净 把它放进去就煮就好了 是不是 然后就是不要去动它 对 大火滚了以后盖上锅盖 小火再煲它三个小时 然后就关火 然后这个也焖它一下 焖一下 加点盐调味就可以了 是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煲汤 像你现在中午和晚上 都会喝一碗煲汤吗 还是说 喝同一碗就好 我其实早晨 你连早晨就开始喝煲汤 对啊 我的早餐 我跟我女儿 我女儿就是都是喝完汤 才出门上学 早晨喝煲汤 中午不喝 不会啊 其实就是如果还有剩 还有的话就把它喝完 晚上再煮煲汤这样 对 有时候就是晚上再煲 哇那女女儿就是 皮肤应该是很厉害 嗯 她现在青少年 还是有她青少年的烦恼 但是就是会帮她 努力帮她 就是去修复啊 去去 帮她 去舒缓她的一个症状 可是因为这个是用 猪骨跟猪瘦肉 是整块的猪瘦肉 对啊 对 那我要吃的时候 我是要 其实像 切她吗 不用切 因为你包的时间够长 那她其实很软烂的 你用筷子夹一下 一丝一丝的 然后像广东人呢 他们是包完汤 包完那个汤 他们会把料捞起来 对 对 他们不会一直浸在汤里面 因为他这样一直浸泡着 会影响汤水的品质 是 那他们 那一般人会以为说 广东人都不吃料 不是的 他们是把料都捞起来 然后放到盘子上 晚餐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盘汤料 然后旁边可能会放豆瓣酱啊 酱油糕啊 沾着吃 沾着配饭吃 原来如此 因为饭前先喝汤嘛 所谓饭前先喝汤 就是纯喝汤 先滋润一下你的五脏六腑 告诉她 你等一下要工作 好的 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再来聊聊你的五脏六腑 再来聊一下这个煲汤 别走开 马上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聊的是 广东的煲汤啊 而且是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请到的是Loli老师 Loli老师 这本书已经准备多久了 到现在应该几十年了吧 喝那么多碗煲汤了 如果几十年的话 他原本应该不是长这样才对 其实因为这 因为你又有社团 所以我觉得社团里面 跟大家互动啊 然后最后 因为要出一本煲汤 说你可以写大纸 可以写很多道 跟你只写了五十三道 应该有挑选过 或是有一个什么想法 跟大家分享这五十三道汤吧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 很喜欢喝汤 也是一个很喜欢喝汤的民族 对 那在做料理的家庭主妇呢 一定每天都会想说 我今天要煮什么汤 要炒什么菜 对 所以我回来其实我做loli煲汤这品牌 其实我最主要还是想要推广的是节气饮食 对 当你了解天气的变化 了解你身体跟天气对应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什么时间点该吃什么东西 你对煮这件事情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困扰 对 所以我们只要照这本书去煮的话 大概就会了解节气吗 当然 OK 因为自己身体会有对应 对 至少你春夏秋冬你会很清楚知道 原来我身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或状况 那其实他并不见得他是病 对 他只是就像天气气候四季的变化 身体会跟着气候 他会有所的那个一些反应啊 变化出来 对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这个 原型食物的煲汤料理 我想大家拿这本书 然后在这个听我们广播的时候 你可以试想一下 你们家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喝煲汤的话 从明天开始买这本书 早餐就要来喝一个煲汤 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很像大户人家 你们多了不起 多棒 我想试试看 早上有一碗煲汤给小孩 他们都吃吐司跟牛奶 很有仪式感 很有感觉啊 对呀 爸爸今天是吃草莓吐司 不是 今天是牛奶 不是 今天喝煲汤 哇 对呀 而且一早喝个暖乎乎的煲汤 其实对他们肠胃都很好的 以后他们对爸爸就有这个印象 我爸以前都一早煲汤给我喝 哇 听起来就觉得很棒的一个老爸 真的 而且汤是可以让人家有记忆的 对 我觉得 这个是有了小孩以后 我真的很喜欢做汤品 所以这本书呢 会好好好好的煲汤给他们喝 那很不好意思 对不起大家 因为这本书里面都是最秘密的配方 而且煲汤就像Lori老师讲 丢进煮就好了 所以大家赶快到书店去找这本 原型食物煲汤料理 保证你立刻变成大户人家 而且脸上都没有逗逗的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Lori老师 谢谢你 那最棒的是Lori老师有自己的社团 你买了这本书 以后不懂的事情 直接找到社团找他就好了 对对对可以 直接找Lori 对对对 Lori煲汤 好了谢谢我们的Lori老师讲工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